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第一个点出现在半合合运输这个过程 那我们给大家去梳理一下 半合合运输有哪些需要你注意 首先第一个材料的生产温度 生产温度是不是我们在加热混合沥清过程中去控制的温度呀 一般情况下 在各个阶段改进沥清的温度都要比普通沥清提高10到20度 那在生产温度我们又有什么因素的影响 包括品种粘度气候铺装层的厚度 那么这是我们在生产温度里面的因素 所以如果再难一点 它可以把生产摊铺压实这几个温度的影响因素给你揉到一块 所以咱们一定要去找相应的一些区别点 好 那么整体的温度提升这个范围大家是要知道的 10到20度的提升 好 再往后面设备 设备是不是一样的 间歇的半盒设备 而且一定是强制式的 再往后面我们关于不同的特殊厘清材料 它的半盒存放的时间要求 那么这个就需要你去备了 它的考评还挺高 首先第一个改性厘清 第二个改性SMA 第三个OGFC 你要看看它分别有什么特点 改性的刚说完 旁普通厘清里面加了改性剂 所以它比较粘稠 对吧 所以这类厘清我们储存的时间 不能超过24个小时 不能超一天 而第二个改性SMA SMA是什么材料 咱们前面在讲到三类厘清混合料材料里面 是不是也有它作为一个典型代表 刚刚我们回顾了一个OGFC 对吧 这个是骨架空隙的 而SMA是哪个 它是典型到骨密结构 对吧 骨架密实结构 所以这个SMA 它就比普通厘清混合料要比较粘稠 因为里面加了大量的矿粉和纤维稳定剂 形成了马蹄脂浇浆了 对吧 这个很粘稠 那我们再往里面加改性剂的话 是不是又上升了 那你对应它的温度 它的一些速度控制 一定是要更严格一些 在改性剂上又去升级了 所以在这个点 你当天就已经24个小时就不行了 所以我们只能满足当天去使用 当天使用 因为比较粘稠 而最后一个OGFC 咱们刚说完骨架空气结构 对吧 这个结构有什么特点 里面的沥清含量非常少 它只起到一个交接作用 把粗料粗料粘到一起 沥清材料少 我们是不是粘距离就比较低 所以这个硬化过程也会非常的快 那你是不是只能随办随用 如果你存放一下 它直接固化了 因为我们的粘清量是很少的 好 这三类材料 分别的注存时间控制 一定要把它们记住 一定要记住 那我们接下来往后面走 再往后面 其实运输的角度 跟我们前面是一样的 你需要关注的是 相关的一些温度上的控制 那咱们就继续进到下一个步骤 摊铺 摊铺这个角度 就开始去让你来计温度值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跟普通的有什么区别 那首先第一个 改性SMA混合料 摊铺温度不得低于160 把这个数记住 咱们教材里面 虽然没有给你放普通的 但是你是不是可以推断出来 我们前面说了 改进材料就是比普通的 往上提高10到20度 对吧 所以推断一下 咱们的普通摊铺温度 应该是在 140 150左右 这么一个范围 那么为什么没有给你放具体数字 因为咱们在现场 施工粒清混合料 摊铺温度 或者各个阶段温度的时候 直接去规范里面查表就可以了 不同的沥清标号 对应的温度不一样 你现在不知道原材料 所以它没有办法具体给你 而在改性这一部分 我们直接就给出了 所以这个数字 你一定要重点记一下 好第二个 摊铺温度放慢 咱们前面就提到过了 比正常速度砍了一半 每分钟一到三 松铺系数一样 实验段去得 第三个 摊铺机自动找屏 同样下面层精度控制的低 中上面层精度控制高 所以这个点里面 钢丝绳或者铝合金导轨 铺住路面 我们需要采用的是平衡量 而且强调自动找屏 好 那么关于摊铺的这一块 重点去关注温度的问题 160的摊铺温度 那有摊铺温度了 后面就会给你出压的 相应这些压实的温度 我们再往后面进到下一个压实 压实这还是在关注温度 温度这个点 首先第一个 出压不得低于150 所以我们摊铺完成到出压阶段 温度损失是不能超过10度的 对吧 刚刚摊铺是160 那么你看出压150 碾压中辽温度控制 不得低于90到120 那么这个过程 就是我们让它整体成型的过程 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开放交通了 当它的温度下降到50摄氏度以下的时候 你可以正式开放交通 普通厘清的这些改性的 都是一样的开放交通温度 好再往后面 机械 这个再给你画个信号 一个方向是温度 另外一个我们关于机械的控制 也不一样了 那咱们前面提到了 在负压阶段 我们是不是可以享用一些轮胎式压路机 对吧 因为它的揉搓效果 会使密集配的材料更加 形成压实度的过程 会质量保证好一点 而我们在这为什么强调 不要去采用轮胎压路机 一般咱们都是选择震动 或者钢筒式去碾压 不建议去采用轮胎 为什么 这一节我们讲的是 改性沥清混合料铺住 它比较粘稠 对吧 或者是SMA的也是一样的 只要是里面有粘稠 胶浆的这种混合料 你都不要采用轮胎 揉搓的作用 很有可能把我们的胶浆 吸到上面来 或者是胎纹 它很容易产生泵溪现象 那就会造成我们上部是颗粒比较细的 下部是颗粒比较粗的 它的受力是不均的 容易发生后期破坏 所以在这一定强调 改性沥清 SMA的绝对不要去采用轮胎式 那再往后面 OGFC OGFC建议采用12吨以上的钢筒式压路机 那我们前面是不是刚说完 普通的建议采用震动或者钢筒 现在为什么没有震动了 OGFC我们不能用震动 为什么不能用 OGFC是骨架空气结构 我们对它的骨架是不是有使用功能 台水降噪路面 你用震动是不是空气就变少了 所以在这个点出发 我们是不要去消除它的空气 不建议采用震动式 那在这个点 OGFC只能采用钢筒式去做压实处理 那它基本的压实原则 是不是跟我们前面是一样的 紧跟慢压高频低附 不用再重复了 那接缝处理这 接缝处理比我们前面的正常纵横接缝 控制要求又严格了一些 尽量避免出现冷接缝 如果出现冷接缝了 你要想 我们既然是加了改性剂 它一定是有功能上的提升的 对吧 所以这个结构层在固化之后 它是比较硬的 你再去做施作 再去做连接 是很难达到整体式的效果 那么咱们在这一定要注意 尽可能的都用热接缝做连接 另外 横接缝应该在当天施工完成 没有完全固化的时候去切掉 就是我刚刚说的 因为它比较粘稠比较硬 等到它固化了 你就很难去切了 这是为什么我们加了改性剂之后 性质有很高程度的一个提升 那么一定要在没有完全固化之前 就去做切除的工作 那后续不符合要求的剃掉 第二天刷粘层油重新铺 是不是程序上又回到了我们原始的程序 只不过切齐的步骤 我们要往前去提一提 好 这个是我们再去做相应的压实过程中 接缝处理一些相关的要点 那么咱们在这个阶段里面 一定要去重点的关注 跟普通沥青混合料之间的区别 它们的流程几乎是一样 好 那再往后面 咱们就上到最后一个步骤 怎么样开放交通 开放交通的话 注意一个点 在普通沥青混合料里面 我们开放交通 就是让它的温度自然降到50度以下 而在密集配的我们加了这些改性剂 它是不是本身就比较粘稠了 那一方面到50度以下可以开放了 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给它有一些手段 让它提前降温 怎么样办 洒水 普通沥青混合料是严格禁止洒水的 为什么在这可以 因为它的材料是比较致密的 不容易往下去渗水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适量的洒水 让它来加剧降温 这个是跟普通沥青混合料完全有区别的地方 普通的绝对不能洒 而在改进这 我们可以适当的洒水 好 这是我们给大家去整理的一些相关要点 来咱们再做几道练习题 能听明白吗 有问题咱们就打到公屏上面 打到公屏上面 我看看咱们前面的许言问题 大家先答着这道题 流程这个是脱开我们的教材 给大家整理出来的东西 你需要在听课过程中有需要的去截一下图 好吧 来这道题 改性历清的储存时间 不易超过多少 提到时间数字上的只有一个 第一个对吧 24 不要超过24个小时 然后我们这个 SMA的应该是当天使用 OGFC的应该是随办随用 好再往后面 SMA面层施工的时候不得使用什么 不让你用什么 刚强调吧 对吧 因为它是密集配的容易产生泵漆现象 所以我们绝对不能用轮胎带胎纹 而且这个揉搓效果很容易把细料给它吸到上面来 好 递选项 好 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咱们到这就把沥青的给大家去梳理开了啊 为什么普通的不能洒水 普通的包括我们材料在运输过程中一定是强调不要去接触到水的 一方面水会污染混合料另外一方面接触到水之后 它的温度降低会非常的快 那在我们普通的沥青混合料里面 其实它或多或少还是存在一定的空隙的 有可能会发生渗水 另外就是我们在成型过程中一定要严格禁止不要接触到水 而在改进这儿 刚刚你解释过 因为它是比较粘稠的 我们的填充率很好 那么这是一个大的方向 亚鲁基选择没有太梳理清楚是吧 好 我现在给你把亚鲁基整理一下 你现在找一张纸记一记啊 那其实非常的简单 我们在初亚和中亚这儿选什么 钢筒式 大部分都是净亚 基本变数一到两边啊 他们两个很像 最后你关注一下中亚是销轮进的就可以了 而在负亚阶段 普通的我们密集配可以选择轮胎 这是优先推荐的 因为揉搓效果好 而在改性力情里面 绝对不要用轮胎 因为可能会发生泵溪 对吧 对于我们的改性力情混合料 或者SMA 绝对不要去选择轮胎式 而在OGFC路面里面 不要选择振动式亚鲁基 为什么呀 因为刚刚说了容易把孔基消掉 这个孔基是有使用功能的啊 那在我们前面 普通力情混合料里面 哪个提到建议用振动 粗力镜的建议用振动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几个去分开做理解 那像刚刚有学员问了 为什么普通不能洒水呀 因为咱们前面是不是有可能会用到粗料 你一洒水直接渗下去了啊 那我们一定要去关注这些施工上 为什么让你去限制不用 一定是有一些原因条件去做控制的啊 好 下雨了怎么办 后面就会给你讲到季节性施工啊 咱们这个学员问的问题非常的超前 我们把这个白路面解决掉之后 然后把一些大修技术说完紧跟着就进到季节性施工 如果不幸碰到下雨天了 那一定是在组织安排包括保证措施上是有控制的啊 好那咱们接下来就进到下一个 第三部分 水泥混凝土路面的施工技术 这个是我们面层里面的另外一个方向 咱们刚说完了黑路面的 现在进到白路面 那首先我们从施工方法的分类这给大家去放了四张图片 比较典型的四类白路面铺住方法 第一个是我们现在用起来比较广泛的施工质量控制比较好的 它叫做滑膜摊铺机啊 那这个机器有什么特征 我们在面板建设的时候是不需要去支侧膜的 因为它的机械上本身就带一个膜板 跟着我们的机械在走 所以不需要去支侧膜了 随着胶随着支 然后它就成型了啊 这是我们的滑膜摊铺机械 省去了支膜板拆膜板的时间 而第二个这个叫做轨道式摊铺机 哎吓我一跳 第二个叫做轨道式摊铺机啊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机械一定是有行走的轨道的 包括它也需要去进行膜板的建设啊 那么再往后面 第三个这个我们给它叫做三昆轴的摊铺机 这种机械咱们主要是利用了前端的三条振动啊 三空轴机械设备来进行整个路面的铺住啊 再往后面这个我们一般走的是小型的摊铺机械 比如说我们这里面用的就是一根振动梁来做一个摊铺的处理啊 好 那么四种机械里面要求大家重点掌握哪个 滑膜摊铺机啊 滑膜摊铺机 包括其实我们现在关于整个摆路面施工的时候 它的一些模板控制啊 这些烤点都在逐渐的弱化啊 一会我们只要把一些关键点给你提出来就可以了 四类方法里面重点去关注滑膜的啊 好 现在我们就先来看一看白路面施工的流程是怎么样的 跟上一个讲的方法是一样 我们先来串一遍流程好吧 第一个 施工准备 那做施工准备是不是跟我们的黑路面准备工作是一样的 包括你前期材料的一些把控 包括我们技术准备上面现场组织准备上面的一些问题 还有测量方样工作啊 那再往后面如果需要织模板的 我们既然做的是白路面 它就是个水泥火泥土构件 对吧 你做构件就得有底膜就得有侧膜 它的底膜是不是基层顶面呀 它的侧膜就是我们需要去织搭的 而如果你用了滑膜的话 还需要织吗 这一个步骤就省略了啊 所以这是选机械的不同 如果你碰到了滑膜摊铺机 它没有模板建设的过程 好再往后面材料拌合 这个也是在厂办去完成的 拌好之后运到现场 然后摊铺 这个摊铺是不是就用到了 我们前面放这四张图里面 我选了哪种摊铺的形式 你就用哪个啊 摊铺完成紧跟着震倒 震倒完了 我们需要去做相应的过程中的接缝处理 然后密室之后 修它的抗滑构造 紧跟着去做养生 有一些硬刻槽的抗滑构造 也是在养生之后去做 不一定啊 这个咱们需要看情况 但是大部分都是在养生之前 整平震倒之后 我们就开始去做这个东西了 一般我们都是通过拉锚呀 或者是一些刻槽的手段 好 这是我们整体的流程 那咱们现在就从这个流程抒发 给大家去梳理一下 每一步需要你关注什么点 我先稍微停一停啊 有什么问题吗 前面啊 我看看 没有什么大问题是吧 刚刚咱们有学员提到的季节性 一会放到后面的题里 再给你讲啊 后面的点里面有 先不要着急 我们先把这个流程梳理完 现在虽然说白露面考的比较少了 但是我们还是要求大家 按照一个流程思路 把考点掌握到啊 好咱们先来看第一个步骤 在施工准备阶段 我们需要大家去做什么样的工作 那施工准备阶段 主要是做了相应的材料技术 现场等等相关的一些控制 我们在这主要给大家去提两个考点 第一个是配合笔的控制 第二个是原材料控制 那配合笔这一个角度 如果你控制的不精确的话 是不是直接我们后期会影响强度呀 因为配合笔里面控的是什么 这个配合笔里面包括我们的灰量 水量粗骨料 细骨料 或者其他的一些成分 他们所含的比例 那么这些比例里面 是不是直接会形成我们的水灰笔啊 水灰笔就是跟强度挂钩的 所以一旦你的配合笔设计不到的话 直接影响后期构架的使用 那包括我们在后期对混合料 做一些技术上的改善的时候 也要保证水灰笔 好那配合笔 我们是根据什么内容设计出来了 咱们在这里给大家去放四个因素 教材里面提到了 控制满足弯拉强度 工作性耐久性 同时还要考虑经济性 你得要控制我在合理范围内 花钱花的是最少的 因为我们是施工方 还是要去赚钱 好这四个配合笔因素 可以直接拿出来去出选择题了 后面材料的控制 在水泥混凝土里面 我们最关键的材料就是水泥 对吧 水泥有什么特点 它跟水一接触就会发生水化反应 而这个水化反应 一定是有一个凝结时间的 我们一般会去限制一个 出凝时间一个中凝时间 在材料选择这儿 控制高温的时候 出凝时间不要小于三小时 低温的时候 中凝时间不得大于十小时 这个有温度限制 大家需要控制一下 一个高温一个低温 为什么要控这个 第一点 高温是不是湿水特别快 湿水快就很有可能会造成 我们前面强度还没形成 它已经固化了 对吧 所以这个点里面 咱们需要把它的凝结时间 去做一个延长 不要再短期硬化 所以高温天 我们施工的时候 非常喜欢加一个外加剂 叫什么名字 我现在提问一个问题 在高温的时候 我们一般加什么外加剂 高温一般加什么外加剂 缓凝剂 缓凝剂对吧 缓凝剂就是把它的凝结时间 去做一个延长的 一方面让它的温度 能够缓慢的释放 另外一方面 是不是我们就在考虑这个问题 所以你的出凝时间 是不要选择小于三小时的 这个太短了 而低温天为什么要去控制 我们中宁时间不要太长呢 低温天是不是容易上洞呀 我们混合量里面是有水的 所以如果你的中宁时间太长的话 我们很可能会造成 你后期强度增长阶段冻住了 所以这个点 咱们一定要严格控制 中宁时间不要大于十小时 一个是不要小于 一个是不要大于去分开 有的时候 这个出卷老师给你稍微使一使坏 把这块文字给你调一下 可能我们一看时间 三六没问题 好 结果方向翻了 一定要注意这个点 高文的时候 小 这个低温的时候是大 注意一下这个细节 好 那关于我们的准备阶段 它的相应问题 我们就解决掉了 接下来我们再往后面进到 第二个模板 那模板咱们刚刚说了 有的时候是不需要做的 对吧 所以这个点里面 我们就关注 现在用的可能偏多了 我们教材里面给大家列举的 有钢质模板 有木模板 那木模板其实用起来的话 我们可能会发生一些 受水之后被炮胀的情况 大部分还是用钢模比较多 那钢模板的建设上面 给大家提几个要求 首先第一点 建议使用钢质 顺值平整 每隔一米设置一处支撑 我们后面给大家放了一个图片 咱们可以看到 在现场进行铺住的时候 是不是这里侧边 就去放置了 形钢的模板 对吧 在这我们用的是小的槽钢 那形钢模板 每隔一米的间距 我们去设置了 小的三角形方木 去做一个支撑 那么这就是我们说的 每隔一定距离 要有稳固支撑的情况 好 再回来 模板的安装 严禁在基层上挖槽嵌住 因为基层是一个整体 你不能破坏它的整体性 所以我们在固定模板的时候 是不能往下去挖的 好 再往后面 模板安装检查合格之后 表面要去涂脱模具 那涂这个是不是主要防止 我们拆模的时候 把边角带下来 还是保证我们接缝的地方 是一个平整的状态 如果你在这把边部带掉的话 我们接缝就不会出现 缝壁垂直 很容易漏水 那再往后面 钢筋的安装 钢筋安装 在我们进行水泥混凝土 构架建设里面 有一些构架面板 是满布式的钢筋网片 对吧 这种咱们要提前去把钢筋网片 布设固定好 在我们前面放的四种施工方法里面 第三个三昆轴 就是整个的钢筋网片形式 那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在一块板的角鱼部位 四个角地方 我们要加金 因为这块可能出现的硬力比较大 还有什么 在我们去做的施工接缝里面 会容易出现一些钢筋的设置 我们也要去做加强 只要有钢筋要提前布设进去 安装牢固 位置准确 而对于后面 我会给大家整理的 帐缝 帐缝这个构造 咱们前面在讲水泥混凝土 路面构造的时候 是不是讲到过呀 帐缝主要由哪几部分构成 钢筋支架 帐缝板 传利稿 对吧 这些都是需要提前去做好一个固定的 按照它的设计位置给它安装好 那么一般我们在传利杆下部的混凝土 很可能由于这块钢筋太多了 混凝土浇不进去 我们一般都是把它下部的混凝土 先去震倒密实 再整体去铺住 所以这是一个小的细节 好 那关于我们的整个的铺住 我就给大家说到这 磨板的问题 那你其实也可以看到 在我们的侧磨上面 是不是每隔一定距离 在这都有一个小的孔眼里面设置了钢筋 大家先来判断一下 我们这个钢筋设置的叫什么杆 咱们前面是不是整理过 两种钢筋 一个叫拉杆 一个叫传利杆 对吧 这个是什么杆呀 这个是什么杆 这个是拉杆 对吧 它是纵向施工缝里面去配的拉杆 拉杆我们要用Lover杆 那么你可以看到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纵向施工缝 对吧 很简单 好 咱们再往后面 下一个阶段 我们就进到了混合料的半盒 那混合料在做半盒的时候 是不是在集中厂半里面 去做一个半制 按照它前面设计的配合比 然后做精确的剂量 做半盒 半盒设备这儿强制间歇式 一样的道理 所以间歇式的 投入生产之前 对半盒设备要做标定和试半 最佳的半盒时间 咱们教材里面 虽然说给出了几个数字 在这儿我不建议大家 去把它做重点记忆 因为这个一方面我们白路面 考的越来越少了 另外一方面这个东西太细了 我们知道怎么去查规范 其实就够了 那么感兴趣的回去把它通读上 一到两遍 那一般我们最佳半盒时间 是根据哪几个因素确定的 第一个半盒年纪性 均止性 强度稳定性 经过试半去确定 所以这是我们在半盒阶段 需要大家注意的一些小细节 再往后面 咱们就进到运输 那运输过程跟前面历清不同的 我们现在用的是挂车 对吧 所以运输过程中 都要不断的去做搅拌 防止它出现密水或者固化 好 在运输过程中 首先第一点 我们的车型和车辆总数 是根据什么确定的 这里可能会出现多选题 施工进度 运量 运距 还有路况 去做一个综合的确定 因为我们每一块的运量 是有限的 所以你要看现场的需求情况 路上是否堵车等等运距 来做一个综合的测算 把这几个因素稍微记一下 那第二个 半盒的出料到运输 铺住完成 允许最长时间 我们教材在36页给了一个表格 我没有把它放到我们的讲义里面 因为这个表跟我们前面提到的 半盒时间其实是一样的 咱们能够会查表就可以 不给大家去提太多的要求 但是我们在这儿 一般会给出一个容许延迟时间的问题 那么也就是我们的混凝土 它有一个出凝时间 对吧 出凝三小时 容许延迟时间 就是我们从半盒出料到它铺住 完成整个的时间限制 咱们在正式施工中 一般会在出凝时间和容许延迟之间挑一个短的来满足 因为如果越长 是不是可能会在铺住之前就出现了出凝呀 对于我们后期质量是很难去把控的 所以这个点 咱们直接翻17版教材36页 看一看表熟悉一下就行了 好 再往后面 我们就给大家配了两个现场图片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半盒楼 那半盒楼的搅拌设备主体在这儿 对吧 周围这些是什么 都是我们去计量的东西 把材料从料仓运过来 通过剂量输入进去 然后做均匀的半盒 半盒之后 车辆在这接着出料 那运输的时候 我们一般用的是罐车 对吧 这个罐车在运输过程中 都在持续不断的进行搅拌 那么我们要求运输过程中的搅拌 是不要再往里面去加水的 一定要保证配合笔 冬天我们还会对这个罐体 去进行相应的保温处理 避免它出现上洞的情况 好 这个就是我们在运输 包括前期半盒需要大家注意的问题 我前面说了很多东西 我先稍微停一下 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问题吧 没有敲一个一 我们继续往后面走 这个挂车很新是吧 这个是我在百度上找的图片 估计是他卖机械的网站去贴的 好 咱们再往后面去看 下一个步骤进到了摊铺和镇岛 那摊铺我们前面说了 是不是摊铺机械 你选择的形式就不一样了 而我们一般现在考的点大多数会集中在滑膜摊铺这 所以我们就把教材给的几个方式 只抠出了一个滑膜摊铺来给大家做一个示例 剩下的轨道 小型机具等等 回去自己把教材通读几遍 那么这个是需要我们做一个重点掌握的 首先我们在滑膜摊铺机这 咱们在讲它之前 先给大家去铺一个基准的概念 我们回忆一下 在刚刚放的四个图里面 是不是第一个滑膜摊铺机 它不需要织模板 而它的机械形式是怎么往前走的 两边有履带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个图片 这个就是一个滑膜摊铺机 那滑膜摊铺机 这是它铺住的面板位置 对吧 我机械上自带模板 你往前行走的时候 前面是不是得有车轮履带呀 所以这个就对我们整个的施工提出什么要求 如果你选择滑膜摊铺机的话 我们基层表面一定要留有履带或者轮胎行走的区间 咱们一般在这个数字上面 单边至少要加到650毫米 65公分 那你单边加这么多 是不是要求我们的基层至少要比机械去拓宽出1米3的一个宽度来 当然这种机械大部分都用在大型的路面去做一个铺住了 而我们现在的趋势是什么 大型的这些面层 咱们用摆路面用的是很少的 所以咱们其实在摆路面这烤点是在逐年的往下去剪 好 这是我们再去做滑膜摊铺 那这个图还有一个小特点 是不是你可以看到 我们在模板设置上面 把这个接缝的地方设置成了起口缝 对吧 它形成了一个咬合的锯齿 每一个锯齿跟另外一边一对的时候 就直接形成了防水的结构 不会直上直下了 好 咱们再回到刚刚的具体内容 那首先第一点 我们要去布设基准线清扫湿润基层 布设基准线就是在给它的铺住范围做一个定位 而湿润这个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在任何一个铺住方法里面都要提前做湿润 为什么呀 因为你这里面是水泥火凝土 它里面是含水的 对不对 那你放到基层这儿 基层我们施工完了 已经湿水了 它是干的了 对吧 它里面又有空隙 那你把材料倒上去之后 是不是它会吸水 吸了水 你的配合比就变了 水灰比就变了 后期强度会受影响 所以我们先去对基层做适当的洒水 不要积水 好 再往后面 安装帐缝支架 用了整体式的摊铺机器 我们的帐缝支架要提前去做好固定 那要求支撑点的间距在40到60公分左右 摊露度 摊露度这个点 其实从我们的出料到现场铺住之前都要有控制 我们在前面讲结构特点的时候 是不是给你提到过 摊露度出料的时候 我们要测一次 到现场铺住之前 我们要测一次 以现场测的为准 如果发现摊露度损失过大 不能满足合意性要求 我们要做二次搅拌 对吧 二次搅拌 保证配合比 绝对不要直接加水 应该水灰同家 那么这是我们摊露度去控制的 摊露度如果本身比较小的话 咱们需要去控制摊铺机 高频低速 摊露度大的时候 用低频高速 两种情况区分开 那么满足我们正常的合意性需求 如果摊露度真的损失太多了 再做二次搅拌 好 另外施工程要求 滑膜摊铺机要求起步缓慢 运行平稳 速度均匀 控制在每分钟 一到三米 好 这是我们滑膜摊铺上面 需要各位注意的问题 那再往后面 震导 震导这一般我们前面给大家提出的几种方式里面 有一些在铺住的过程中 它都带有这个震导的装置 那除了这个我们摊铺完整之后 可以怎么样做震导 咱们一般会去设置插入式震导器震动板 整平梁这些结构 那么基本上我们铺住完成之后震导觅食还要去给他做一个提江收面 提江收面大部分都是震动梁去完成的 而震导过程可以通过震动板的移动或者是插入式震导器进行移动做一个控制 所以这个点咱们直接回去看一下就行了 而我们在后期给大家去补了相应震导的图片 咱们一会再来看 好再往后面我们就进到了下一个接放处理 接放处理在我们白路面结构这儿给大家去做过一部分的知识点整理了 咱们上次大概花了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我记得 那现在我们只给你做一个回顾 给大家放了几个结构图 首先我们在方向这儿先去梳理一下这个思路 咱们在接缝控制着白路面分成两个方向 对吧 一个是纵向 一个是横向 纵向里面有两类 一类是纵向施工缝左右分幅的时候产生的 另外一类叫做纵向的缩缝 铺住宽度超过4米5了 我们就要切到缩缝 对吧 因为它会有收缩变形 这是纵向两个 横向里面有三个 一个是施工缝 我今天施工中段产生的 组织产生的 第二个叫做横向的缩缝 每隔4到6米切一刀 对吧 再往后面 第三个经常考的帐缝 帐缝只在横向有 帐缝的目的就是来吸收热胀冷缩的变形 所以在这三个缝上面 我们给大家再去放一下结构图 你来回忆一下 首先第一个 我们放的就是施工缝的图 那这个施工缝 咱们给的是纵向施工缝 纵向施工缝有什么特点 是不是中间需要设置的钢筋 叫做拉杆 对吧 这个拉杆用的是螺纹钢 要利用咬合 让它们变成一个 不会发生不均匀沉降的整体 而中间跨缝 居中部位 我们要去涂刷防臼材料 因为这里面可能会渗水下来 一般咱们都是涂刷一些利青 另外这个缝体表部 跟我们的面板接触的这个范围 咱们需要去给它做灌缝材料 这个也是一个防水上的需求 所有的路面接缝 顶部都是需要去做灌缝的 好 这个是我们的施工缝 纵向施工缝 那咱们再来看一看下一个 放的两个图片 左边这个图片 是不是我们之前上课的时候 应该看到过它 对吧 这个就是一个纵向的施工缝 它中间布的就是拉格尔罗温钢 跨缝区中是不是比较黑呀 涂的是防锈材料 而右面这个图里面 既有纵向施工缝 是不是又出现了横向的 纵向施工缝 我们一次性没有摊铺全宽 是不是可以看到这里面 有几个小钢筋头伸出来 能看到吧 下面是不是我们到这中断了 所以在这织了端膜 又去设置了一些连接接缝 那么关于我们横向的施工缝 你的钢筋怎么设置 主要看它的位置在哪 一会儿我们在表格里面 给你去解释一下 好 这个是我们的施工缝 没有什么大问题吧 咱们之前讲过 所以我快一点 有没有什么问题 怎么了 贪弱度还不知道 是吧 这个我们之前课程里面讲过 你可以翻回去听一听 在这我们就不耽误这块时间了 因为咱们之前课程已经解决过了 贪弱度是直接反映和 反映和异性的 就是它的流动性 贪弱度越大 和异性越好 流动性越好 贪弱度越小 你的混凝土是比较接近于 固态的不好胶筑 你记这个点也可以 好 没有问题 咱们继续往后面走 继续往后面走 拉杆或者传利杆 在面板的什么位置 一般都是在面板的下部去设 而且我们的长度上 基本都是居中去放的 居中去放的 好 来 再往后面走 再往下面 我们进到下一个缝 缩缝 缩缝这一个部分 我们基本上缩缝 切的都是甲缝 对吧 它不需要贯穿 因为它只是在吸收 我们凝结过程中的收缩变形 所以我们止切一定深度 缩缝里面 有的需要去布钢筋 有的就不需要去布钢筋了 那么纵向的缩缝 如果去布钢筋的话 我们是参照纵向施工缝的 所以里面要布什么呀 布拉杆 对吧 这是纵向缩缝 如果需要布钢筋 如果是横向缩缝 需要布钢筋的话 我们就参照帐缝 里面去放传利杆 这个咱们之前都整理过啊 你这块不懂的话 翻回去听之前的旧课 我就不再耽误时间了 因为重复讲没意思啊 那么这个就给大家去放了两种情况 右面这个就是我们里面 没有去布钢筋的常规缩缝形式 它只切了一定深度 切了这个深度 没有贯穿全板 这底下这个不是贯通的啊 它只是切了一定的深度 那么我切了这个深度 就可以吸收变形了 后期我们用天缝材料给它添上 天缝材料是可以变形的 而如果你配置了这个横向里面 需要加钢筋的话 我们在这就参照传利杆 所以这个缩缝是不是横向的缩缝呀 这个可能是横向 也可能是纵向的啊 所以咱们可以通过它来判断一下 到底是哪个形式 传利杆我们布设的是 光源钢筋 对不对 上面也是一样的 要去做这个冠缝啊 它相应的处理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缩缝啊 缩缝 这块如果你真的跟不上 是刚进来的学员 我建议你回去听一听啊 回去听一听 那么明天我会在整个的内容书 整理里面 也放到我们的公众号 把这块再给你整理一下啊 你也可以明天再来看一看 我们发的文章 好 再往后面 我们就给大家放了现场图片 现在工人是不是正在进行 切缝的工作呀 对吧 拿着切缝机 然后切的就是我们横向的缝隙 这是我们在施工县上是怎么做的 而其实我们教材里面给大家去提出了 你的缩缝应该在什么时候去切啊 它分成几种情况 如果说我们的温差在10度以内的话 温差比较小 说明什么问题 是不是我们面临的变形也是相对比较小的 所以这种情况 你就可以选择硬切的形式 就是它已经硬化成型了 我们再去切缩缝 那么第二种 当它的温度在10到15摄氏度的时候 咱们可以软硬结合 有绝大部分是在我们的软的状态下去切的 没有完全成型 剩下一部分深度不够 我们到硬化之后再给它补上 那么如果说你的温差大于15度了 是不是收缩变形会更多呀 那这种情况 我们就需要去给它进行软切处理 就是在它还没有完全发生这个变形的时候 我们就给它切掉 那么这个细节回去看一下教材 看一看教材 尤其是里面配了钢筋跟不配钢筋 它们的切缝深度是不一样的 关注一下这个点 那么这个应该是在我们10到15度这一栏里面 因为咱们今天内容比较多 所以没有把这些细枝末节的完全都放进去 但是这个点我给你提出来了 回到你教材里面 接缝处理有半段话都在说它 把它梳理清楚 三个温度级别 回去自己做一个天空 好吧 等到我下次上课的时候 我先给你放个表格考考你们 好不好 这个作业我们就相当于留下了 下周上课之前 我先给你放这个表 看你记没记住 好 那再往后面 我们就进到帐缝 帐缝这个是设在横向的 对吧 首先你看它的构造 中间有传利杆 底下钢筋支架 中部设置帐缝板 可以弹性变形 最上面做天方 对吧 支持它的整体构造 那我们在建设的时候 要求带有活动套帽 这一端一定不要粘到一起 所以传利杆 居中一部分都是要去涂刷防锈的 没有连接 用的是光源钢筋 而右侧这个是固定端 就需要它们粘到一起了 当它发生体积膨胀的时候 固定端推着钢筋往前去走 此时帐缝板被压缩 然后钢筋伸到活动套网里面去了 对吧 所以它在吸收变形 等到变形消失了 恢复原杖 我们的中间帐缝板回来 然后你这里固定端 带着钢筋再回来 这种形式来持续不断的吸收变形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去放的一个帐缝式一图 建设的时候有什么要求 要求缝壁一定是垂直的 中间不要连将 连将就粘到一起了 不能变形了 那一般我们的结构都是设置在面板的下部 上部咱们是放天缝的 这个是我们教材的原文 包括二件里面直接考到了一个这样的真题 那么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小细节 好 这个是帐缝的 这个是帐缝的 对 因为我们之前都讲过这个的 这是在结构里面给你做了一小块内容的梳理 应该是在第二次课里面讲的 第二次专题课里面 我们上来就讲到了白路面结构 所以回去听一听 好 来 接下来我们就把上次课程 最后给你整理一个表格放在这了 那你如果不能下载讲义赶紧结个图 这块内容里面 我们给大家去梳理了一下 纵向和横向都放什么东西 在什么地方去设置 用什么钢筋 那么在横向这缩缝帐缝 施工缝 刚刚说了 缩缝什么时候设 四到六米就要切一道了 一般我们都是甲缝 对吧 只切一定深度 里面需要去配钢筋的时候 我们就参照帐缝去配钢筋 什么地方要配 高等级重交通 还有临近帐缝 或者道路自由端到头了 这三条缩缝都要配钢筋 那帐缝这 临近桥梁固定端 板后改变 拐机弯的地方 或者是需要去设置 这个长度积累到一定程度 我们都要去设帐缝 有大量的热帐变形 或者冷缩变形去吸收了 一般都是针缝形式 里面布的钢筋是传利杆 叫光源钢筋 缩缝配钢筋 参照这个也是传利杆光源钢筋 那为什么施工缝也归进来了 因为横向施工缝 尽可能的把它设置 和缩缝帐缝位置一样 对吧 位置一样 你就参照人家的配金 如果说位置不一样 你只能单独建设施工缝的话 是不是我们就需要去配拉杆了 对吧 所以这个是有特殊的 跟缩缝帐缝放到一起了 我们就去布传利杆 如果单独建设 好 拉杆 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纵向 纵向一个是缩缝 一个是施工缝 施工缝里面 是不是我们需要去配拉杆呀 罗文钢 那你的缩缝如果要配金 也是参照这个配拉杆 罗文钢 建设的时候超过4米5的宽度 我们就需要去设置了 那施工缝 这一次摊铺 小于路面宽度 需要去设置相应的 带拉杆接缝形式 好 那么这个表 大家去梳理一下 来 和规范不一样 是吧 我们教材里面 给你提到的考点 是在这个内容 它的大体基准信息 都是取自于我们的规范的 那么 应该说 今年的教材 在这儿是不会发生什么变动的 所以大家还按照这个G就行了 好 来 再往后面走 再往后面 我们就给各位去匹配了一个现场施工中 前面已经做好了铺住 后面整个进行收僵 提面 震倒等等相关工作 前期我们在铺住的时候 一般都跟着震动的设备去做好震倒 密射 然后咱们通过这一根 把它叫做什么呀 收僵的工作 整瓶梁 把这一根梁体 做一个基本的提将处理 然后我们做抹瓶 后面跟人工的抹瓶加拉毛 那么拉毛其实就是一种程度的 抗滑的构造 我们可以再往后面去看一下细节 抗滑构造里面 咱们一种形式 可以通过这种简单的拉毛的设备来做 人工很简易的 或者是我们采用这种形式 去把它表面做拉毛处理 甚至在硬的这个阶段 我们可以用一些施工机械 去做相应的刻槽 那咱们右面这个图 就是已经刻号槽的成品 为什么表面不要让它变成屏障呢 因为咱们路面 是不是有一个抗滑需求呀 对吧 所以如果你没有抗滑构造 后期发生的事故就太多了 这个是一定要做的 对于一些高等级 强度比较高的 承担核载大的 我们都可以采用这种硬刻槽的手段 直接机械上来做 那么如果是比较简易的路面 我们就可以采用人工拉毛的形式 好 这个是我们提到的一个 抗滑构造的一个问题 别休息了 好吧 这个内容挺多的 再休息讲不完了 跟上老师的节奏 我都没累了 你们坐着听还累 是不是 来再往后面 我们是不是刚刚在施工过程中 有很多的接缝呀 纵缝横缝 对吧 每一个上面都要去放天缝材料 所以现在我们的工人 正在进行灌缝的工作 那你看到我们灌的这个缝隙 是不是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厘清材质 在它的灌缝角度 我们需要大家注意温度的问题 如果说你施工的温度是常温的天气 好 我们现在给它灌到 跟基本的板后是一样的 就可以了 灌成平的 而如果说你现在施工 是在比较低温的时候去灌缝 那咱们知道材料是热胀冷缩 对吧 后期你温度一升高 是不是我们的材料会膨胀 那你在灌的时候 应该比我们的面板要低一些 所以假设我画的夸张一点 画的夸张一点 画的夸张一点 把它灌通了 那你是不是上面这块是灌缝的 上面这块灌缝的话 我们一定要注意 不要给它灌成平的 我们在这有一个小的凹一面 凹进去 等到温度上升 它会逐渐的膨胀到 跟面板起平这种情况 所以在东期这 一定要注意一下 并不是平起的状态 那等到后面 我们整个施工完成之后 是不是还会跟着相应的养护 开放交通的要求 在开放交通这一个点 我们的白路面 一般要求都是强度上的一个问题 所以咱们再往后面 继续进到养生 养生这个阶段 养生多长时间 什么方式 到什么程度 可以开放交通 给大家再放一个内容 首先第一个点 养护 养护一定是失养护 因为是水泥混凝固构 对吧 所以在这个点里面 我们采用失养护 一直要养护到 不小于涉及弯拉强度的80% 那么时间上面 咱们一般控制在 两周到三周左右 14到21天 再往后面 特别注意 前七天的保湿养护 所以前面七天 一定要控制 不要水少了 一般咱们可以通过 上部覆盖薄膜 或者覆盖草息 洒水等等手段 那另外 我们养护到多长时间 可以去开放交通了 第一个 行人可以上去走 这个我们只要达到 涉及弯拉强度的 40%就可以了 那完全开放交通是 直接养护到 100%的强度 所以他说完全达到 就是一个 100%的涉及强度 你到这个强度 就可以上车了 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 前面是不是刚灌完缝 对吧 所以你开放交通的时候 车辆上去的时候 我们的灌缝强度 也要达到 涉及强度才可以 这里面并不是单纯的面板 还有你所惯缝的材料 一定也是达标的 好 那么我们在这儿 就把它的养生 也做好处理了 而最后一个 是不是就是检测了 检测这个点里面 我们就需要去注意 检测项目 咱们再给大家整理一下 检验项目 一个是弯拉强度 一个是板的厚度 从哪来的 弯拉强度 控强度了 对吧 强度这儿 我们是不是一般都要考虑 只要你用了水泥了 我们一定会去控强度 而在面板里面 控的是弯拉强度 在前面我们的道路结构里 还有一个用到强度的地方 是在哪 是不是 无基结合料的稳定基层 对吧 这个里面 我们也需要减强度 为什么 因为在黑路面结构里面 基层是承重层 这个强度 我们叫什么名字 我们要减 七天无侧线抗压强度 对吧 这个是无基结合料 基层里面的 而在面板这儿 我们减的是弯拉强度 后续其他的桥梁结构也好 轨道等等也好 他们的强度 一般减的都是抗压强度 因为水泥它的性质 其实还是抗压强度比较好的 好 后续的板厚度 只要进到面层结构 就要减板厚度 对吧 共性 共性 好 那到这儿 我们是不是整个的流程 都给你做完了 后面还配了一张图 就是我们的养护 现场做养护的时候 可以去表层进行喷水 覆盖草息 撒水 让它能够持续不断的有水 做一个润湿 这样的养护手段 那咱们前面刚刚说的时间问题 14到21天 做好把控 好 现在我们来做一下练习题 夏天要多嚼 对 因为夏天湿水 现在要湿水的 好 咱们再往后面走 首先第一个 在2015年的考题里面 我们碰到了配合笔设计 要求是在兼顾经济性的同时 满足指标上的要求 有什么 咱们在准备阶段里面 提到这个考点 对吧 包括什么呀 第一个弯拉强度 还有什么 工作性耐久性 还要考虑经济性 所以这个工作耐久 经济没有出 这道题我们就选择ACD ACD 谁 这个谁呀 谁把五个选项都给我放出来 出去罚站去 别捣乱 来 再往后面 第二个 火凝土胶筑完成之后 要及时去做养护方法 错误的是什么 咱们刚刚在公平里面 已经有学员说出来了 对吧 不要去围水 为什么不能围水 因为我们这里是有接缝的 你还去围水 这个水直接就下来了 所以这个点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要去做围水养护 因为本身是有缝隙的 好 这道题选上第四个选项 那这个是17年的二件题目 考到了帐缝的一个位置 这个出题的形式倒是看起来挺新 但是是我们教餐上的原文 帐缝施工要求 照错误的 帐缝和路面中心线垂直 因为它是横缝 所以是垂直状态 必须是封闭垂直的 如果封闭不垂直 你的帐缝板 没法跟它有效的接触 那么缝宽必须一致 缝中不得连僵 没问题 缝的上部安装 上部是灌缝的 下面是帐缝板跟支架钢筋 所以这道题选的第四个 很简单吧 对 下部安装 这是我们教餐上的原文 它其实现在更多的 我们在考这个选择题的时候 它有很多一部分题目 都是在教材里面提出的 技术点的考察 所以其实给大家一个小诀窍 你想要通过建造师 建造师这个证 是属于我们基本上 行业里面考证难度比较低的 你背的越多 通过的可能性越高 所以尽可能多去记 我们现在时间还早 你在基础学习里面 就要去加强记忆 老师现在给你上课 只不过是变着发的让你来理解它 其实核心还是让你来记 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进到下一个部分 城镇道路大修的维护 这个在我们教材上给的内容就比较少了 所以咱们没有给大家去放一些概念点 我们直接从图片来入手 认识一下都有哪些大修维护的手段 我们了解它的区别 怎么样去做处理 这个是很关键的 现在考题的时候 一般针对它的一些质量病害或者修补 直接给你发案例 体干里面说了我们出现了什么什么问题 问你应该如何处理 或者找它的原因 对吧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考察方向 在后续内容里面 没有太多的文字 关于错失的一些处理项目 前面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问题 咱们就敲个一继续往后面走 应该今天差不多能把这块讲完 我们加把劲 来没有问题 好 咱们接下来往后面进到大修维护 大修维护这里面 首先我们就要才提到的第一个方法 叫做微表处 微表处这个处理工艺 跟我们的西江封层 其实是比较相像的 我们前面是不是讲过封层结构 封层结构 其实它的施工方法 跟西江封层也比较相像 但是西江封层的处理 跟微表处之间 有一个非常显著的差异 在微表处做施工的时候 我们是什么样的施工程序 首先它处理的 一般都是表面出现了一些不平整 出现车折了 或者局部需要去修缮的地方 我们用微表处手段 给它做一个重新的整平处理 那在这个手段这 我们第一个先来对路面做一个检测 它的破损到什么程度了 然后我们对表层去做修理 该去掉的去掉 该填补的填补 成一个接近平整的面 然后上部我们再去进行 整个西这个微表处材料的铺住 给它一定的养护器 等到强度达标了 我们就可以开放交通了 所以第一点微表处 它的施工时间是比较短的 你处理起来也比较快 对于我们整个交通的影响很少 第二个 它跟这个西江峰层 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区别 就是微表处可以用来填补车折的空隙 咱们知道什么叫车折现象吗 车折你这个道路建设完成之后 我们的车轮是不是有轮迹线 那轮迹线上面始终有大量的车辆通行 它是受核载比较集中的地方 久而久之在这可能会发生标高变低的情况 周围推移到标高变高了 对吧 这个是我们通常情况下说的车辙 那出现车辙了 表面在横向就是不平整的 我们可以用微表处给它做一个填平 另外一个跟我们的西江峰层有一个显著的区别 咱们在微表处处理上面是不需要压实的 所以你把这两个关键点去掌握到 我们只需要铺住完成之后给一个养护期就行了 你把材料铺好之后 我们的工人跟着机械 看上面有没有比较粗大的颗粒 好 我给它剃掉 那后期等它养护成型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微表处 而西江峰层更多的我们采用的是层铺式的制作峰层 层铺式做峰层 咱们可以选择有单层双层或者是三层式的 那么这个咱们基本上都是撒布一层沥青 像前面一样撒上一些嵌料再给它压进去 这样的形式来做的 所以这两个从程度上面施工过程也好 材料选择也好 适用范围也好 都不太一样 你稍作区分就可以了 那你记得我们的微表处可以用来干嘛 可以用来添补路面的车车 进行表层的一些这个裂缝也好 或者其他的一些表层质量问题给它做修复 那么这个速度是很快的 一般来说我们的养护期大约也就是30分钟左右 非常的快 好 这是第一个方法叫做微表处 来 再往后面 第二个 第二个我们一般给它叫做旧沥青路面的旧路 加铺沥青混合料 那既然是做加铺了 其实就是我们常规说到的路面改造 路面改造咱们有两个方向 一个叫做黑改黑 一个叫做白改黑 黑改黑是什么意思 就是在原来的沥青混凝土面层上面 直接加铺一层沥青面层 那现在是不是相当于把原来的面层变成了新的基层 对吧 所以我们在进行铺住的时候 第一点你要保证基层质量 是不是原路上有质量问题 我们要修补呀 对吧 修补清理好了之后 我们再进行上部层次的铺住 只不过是让它的标高增加了一些 保证新旧的连接 而第二个白改黑 我们在做处理的时候 是不是就相当于把白路面转换成了新的基层呀 所以下一个图里面我们做白路面加铺改造的时候 你把白路面质量问题 这些缝是不是都重新去修补了 修补完成 局部需要替换的替换 基层有问题的挖开重做 然后整体上部再去铺我们的面层 那这就有个问题了 我们在加铺面层之前 有一个连接层是一定要去设的 是什么层呀 咱们大家想一想啊 想一想 哎呀 这谁刷了一块白瓶 好厉害啊 没见过这样 铺什么层 粘层 对吧 因为这个就相当于我们的面层结构 在一些既有构筑物上去做铺住了 但是我们在这要注意个细节 只要是我们做了加铺的 如果你下部的基底质量问题 没有处理到位的话 这个问题是会反射到我们上部层次的 因为咱们加铺的层 往往都是比较薄的结构 一旦你下面质量有问题 是不是我们上面9R90就会出问题 所以咱们基本上做了加铺改造层次 它的使用年限都很短 你会发现这个路面 可能大家日常生活中都有接触 我们铺完了 隔了不长时间 它又坏了 所以这个年限是非常短的 那么一定要去综合考虑 到底要选择哪个 所以我们在做加铺改造 紧跟着教材上第三部分的标题 说的是什么内容 就是在加铺面层的时候 需要注意哪些质量问题 那咱们现在再上升到第三个 加铺面层之前 需要大家去处理哪些 第一个点 我们需要去控制的名字 叫做反射裂缝 那咱们前面是不是有提到过 基层施工的最后一部分 我们讲的是土工合成材料的应用 对吧 还记得吗 土工合成材料 在做应用的时候 我们一定是要把它放在这里去消除反射裂缝的 所以出现反射裂缝 我们就可以把前面支点拿过来 我可以用这个土工合成材料做一个加铺 但是宗旨是你要先去分析 我们下面这个裂缝到底是什么原因产生的 如果说只是一些表面裂缝 下部结构没有问题 我们做好评定 确定是这个结果 那你在这是不是灌好缝 上面铺上一层土工合成材料 再去撒上粘层油 再去进行路面铺住就可以了 对吧 这是我们常规的防止反射裂缝出现的一个条件 那如果说 你发现这个裂缝产生的原因 是我下部有问题 怎么办 不能放任不管 一定要把它挖开重新做 把底下基底的质量解决了 重新铺了 密实度合格 我再往上面去把这个层次补上 然后再去往上铺 所以一定要注意 如果你做加铺改造 必须把它的根本问题解决掉 下部基层有问题 我们就挖开重做 路基有问题 我们就挖开重做 千万不要把问题保在这 你把面层整体铺上了 后期还是个维修 费用会更高 所以这里面其实就是第一点 我们在加铺改造的时候 一个方向需要去控制裂缝 反射到上部新铺的面层上面 措施就可以通过灌缝 铺土工合成材料 撒粘层再进行相应的施工 裂缝出现在哪 我们就在哪去进行这个裂缝的处理 好 这是我们处理的第一个点 那再往后面 再往后面 我们就可以去判断一下 你到底这些裂缝是哪种情况 对吧 如果说像刚刚咱们提的 只是有一些表层裂缝 那好 咱们直接通过灌缝的手段 给它添冲吧 添冲之后的结果 就会看到是这种形式 这个在我们路面上是很常见的 对吧 你一看表面有裂缝了 可能久而久之 我们这些养护单位就上去了 给它补上就行了 那么如果出现了局部破损 比较大的地方 咱们在这就需要进到 下一个切割的手段 那切割这个手段 就针对于我们教材上 第二个方向 它的垂直变形比较大 局部已经有碎裂了 像这种情况 已经比较严重的问题 那如果你出现这种严重问题 它大多数都是由于 我们下部的基层 或者路基引起的 所以咱们怎么处理 应该把这些破损处给它挖掉 底下有问题的 我们就挖开重做 一直到每一个层次质量都达标 补平了 再重新补上这一块 所以第一个步骤 先给它切开 切开之后 破损地方给它清掉 路基处理完成 上部再添新料 然后放好新的东西 整体压实 所以这是我们在做切割修补的问题 只要出现局部破损很严重 说明问题基本上都是下层结构的 表层只是一些反应 好 那这是我们的切割角度 再往后面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叫做洗袍 洗袍 这个是一个什么手法 洗袍的手段 大部分都针对于我们的路面 可能使用年线比较久了 所以导致面层出现了一些细碎的裂缝 这个你再去灌缝 或者再去做处理的话 不经济 而我下层次又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咱们是不是相当于 把表面去做一个加铺重塑就可以了 对吧 这里面我们就可以去用到一些 现场的再生手段 洗袍基本上都会出现在 粒青面层里面 从它的处理手段 咱们可以把它分成几种形式 一个是现场去做处理 一个是到我们的半核站去做处理 现场处理的时候 我们可以采用热再生的手段 就是我在施工前期 先用加热机械 把路面做软化 然后再给它铲开 半碎 剃掉不良材料 往里面加粘接剂 重新再铺一下 这个是我们现场去做的热再生 那么第二个叫做现场的冷再生 热再生是不是提前去加热软化路面了 而冷再生没有 直接铲起来 把它半碎 去掉不良材料 我们再加结合剂去铺进行了 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场再生的一种手段 对于沥青路面 而厂半再生是怎么做的 厂半把原路面缠起来 运到半核站 能重新利用的 重新利用 再加上重新的这个结合剂 办好之后 运到现场 重新铺一遍 所以这个是现场再生 和厂半再生的两种形式 而我们这里做洗刀 其实就是在把路面缠起来 去做的一个过程 我们可以看一下图片 左边第一个 现在正在进行路面 原路面的一个缠起处理 对吧 通过机械给它缠起来 材料运到我们的运输车辆上 那么如果你做现场再生的话 跟着我们的机械 就会进行材料的一个铺注 当然这个并没有 马上通过机械出来 我在这用了新铁做了替换 然后工人给它进行一个整平处理 下面直接压路机压实就可以了 这个是我们现场去做洗刀 利种常用手段 它所处理的都是我们 历清表层的一些质量问题 做一些浅层的面层的替换 这是咱们需要注意的问题 好 九点了 你也得听完 是吧 把这个点去 我今天稍微拖一拖糖 好吧 因为咱们这块内容 还是比较连续的 不要再留尾巴了 辛苦助教老师和技术老师 咱们继续往后面看 先把这块历题练一点 其实后面内容就很简单了 而且实图的东西多 好 我们看这道题选什么 刚说完 是吧 现状历清路面爬松 添加再生计 重新拌合 直接碾压成型 这个是不是现场去做再生呀 加热了吗 没加热 所以它是属于现场冷再生 现场冷再生 好 来再往后面走 这个简单的题目 我们就过掉 再往后面 我们进到了季节性施工 季节性施工在管理部分 质量检查与检验 道路这块 关于它的质量检验 里面提到了道路季节性施工 咱们路基和基层都讲这块了 所以面层直接上东西 面层这 我们可以把它按照黑和白分开 黑路面 历清的 我们重点关注雨期的 而白路面里面 咱们除了雨期和东期 还加了一个热气 咱们先来看这个历清的 历清在雨期施工 一定要注意 我们的材料 是不是不能碰到水呀 对吧 所以好 不允许下雨时 或者下层潮湿的时候来做 那这个是不是要加强 跟气象战之间的联系 下了雨你就不要做就行了 那么如果你下雨来不及完成 怎么办 你铺住的这些材料 及时摊铺 及时完成碾压 赶快封住就结束了就行了 所以这是我们又出现了答题金句 对吧 前面就给大家强调过 积极性施工这要寄答题金句 那这里及时碾压 及时摊铺 及时完成碾压就行了 那么缩短施工长度 加强和半合战 气象战之间的联系 好第二个 冬季 冬季这个是不是温度低 温度低的话 我们前面说了温度降低 它的硬化就会比较快 所以这个点 在高等级道路里面 我们就控制 进到冬季低温就不要做了 标志有什么 快速路主干路低于5摄氏度 不要施工 50摄氏度 我们前面反复在说 常规的最低施工温度 对吧 低于它不要做 还有薄层不要做 透年峰低于5度 也不要做了 而次干路低等级的 我们及时停止 好再往下面 不得已了 我们要赶工期 你必须在冬季去做 这种在我们抢工的时候 是很常见的 对吧 那怎么办 加温 你把它的原材料 包括出料温度 包括各个阶段温度 给它提高 是不是我们就可以 弥补在气温低的时候 它的降低了 对吧 所以第一点 我们可以提高 半核出场和升温温度 那提高温度 这儿 第一个要素 运输过程中 要覆盖保温 对吧 防止温度散失 还有什么呀 我们需要去 在加工过程中 给它升温 那你在进行升温的时候 就要去注意 我们原材料 有一些可能有限制温度 比如说 沥青加热温度 是有上限的 一般超过上限了 我们都要废料 这个我们给的 一般都是195 好下面 下层层表面干燥 不要出现杂质 另外做好充分准备 答题金句又出来了 东齐历青面层施工 快泻 快扑 快平 及时碾压 及时成型 把这个标栏的答题金句 一定要重点记一下 一旦我们进到 这个大题里面 你抄这两句话 是绝对不会出现 少分的 一定会给你加分的 好 咱们再往后面走 白露面刚刚说了 有雨期有冬期还有热期 雨期是不是有水啊 有水就会影响到配合比 对吧 所以我们在这儿一定要严格把控配合比 在雨期这儿你就去控水的含量就行了 而冬期是不是温度低啊 温度低可能会发生上洞的情况 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外加剂往里面加抗冻的 对不对 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提高温度啊 把它的原材料砂石等等做加热 但是重点强调一个不要加热水泥啊 强调不能加热水泥 剩下的我们通过外加剂缩短时间 养护天数再做延长 冬期养护天数是不能低于28天的 养护天在面层里面14到21常规 前期天注重加湿的养护对吧 后面温度低了要延长 加了一些特殊材料要延长啊 这个是我们养护期的一个变动趋势 而在热期里面 热期是不是水分散湿的特别快 所以在水分散湿的角度就要求大家去罢控了啊 你一定要及时的去给它做好补水 控制好配合比 运输过程中去缩短时间或者加缓凝剂 另外养护的时候及时覆盖加强氧水 如果养护过程中水不足 容易出现质量问题就是表层均裂啊 那么这个在我们的考试里面是曾经出过的 好咱们就把整个的季节时工给大家介绍完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道15年的题目 因为时间有限 所以我现在给你把提点提出来 我们快速的过一下 那首先做的这一道路面啊 它下面做的是一个这个啊 洗袍之后铺上行的机动车道 新建是三层的沥青 所以我们铺的面层是沥青的 那铺面层是沥青的 保证外观质量相簿分幅分段了 整幅贪枯表面层 中下面层做完之后先放行交通了 所以是不是我们中下做完之后有车上去了 然后你的面层是整体去铺的 它们之间有一个时间间隔啊 再往后面 施工过程中拆迁进度之后 导致表面层推进到了12月份 进到12月会出现什么问题啊 温度低了对吧 所以现在就相当于在考你什么 季节性施工里面到 冬期摊铺沥青面层 那你是不是就要去控温了 对吧 通过手段去把它的温度提上来 答题金句是什么 是不是我们前面刚说完 快卸快铺快平快压 对吧 及时碾压及时成型 你把这两句话放上去 肯定能拿到裁分点 那他问题就问了 道路面层做法有哪些质量隐患 然后季节性施工有什么措施 所以我们前面提到了什么样的信息啊 中下面层施工完成之后 上面层是整体铺的 中间有一些时间间隔 而且我们有交通上去了 对吧 所以有交通上去 就有可能会有一些杂质 那你在铺上面层之前 是不是应该把杂质清掉 然后我们要做一个连接层 对不对 做什么层啊 做什么连接层 好 咱们有学员还在说这个答题金句啊 我刚刚问你了 他中下面层铺完了 我们要做什么连接层 是不是应该刷上一层粘层油才可以啊 对吧 那你这个点是不是没有提到 好 我们应该刷上一层粘层油啊 那你在冬期的时候又有什么样的要求 就进到了 咱们刚刚提到了 需要去控温度 一方面我们可以把原材料去做相应的加温 温度低于50度的时候 不要去做了 还有什么 就是我们去放答题金句啊 下面会给你提出相应的快泄快扑快平快压 那么把这些要点达到就可以了啊 这是我们15年曾经考过的真题 我们网站上是有相应的题目的 你可以回去网站看一看 每年的真题都有答案啊 翻过去再对一下 所以咱们时间关系 我就把这个过掉了啊 那接下来咱们就进到最后一部分啊 我今天稍微压一下糖 不好意思啊 最后一个面层质量通病和防治 那面层质量通病这一部分 其实我们刚刚在大修的时候 或多或少是有提到过的 这个咱们教材上没有提出 我只是给大家整理一下啊 然后咱们口述一下方法 首先第一个 沥青路面很容易出现不平整 像这个是不是就出现了我们横向的不平整 对吧 可能由于施工会产生一些这个推移的现象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都是一个不平整状态 那横向的 那么如果说我们这里局部的出现了标高变低 是不是就会出现积水啊 可能裂缝就会导致水渗到下部结果去 如果出现不平整了 我们可以采用哪种方法去做处理 咱们前面是不是刚说完一个 还记得吗 是不是我们去做微表处就可以了 对吧 把它进行一个处理之后 做微表处 或者是局部标高相差太多的地方 我们可以把它切掉重新去处理 好 这是我们第一个 沥青路面的不平整 那它产生的原因 可能是由于核载上的问题 或者是下部的路基础问题了 那再往后面 沥青路面的接缝 接缝这个点里面 咱们首先可能会出现 跟道路行车方向垂直的横向缝 或者是跟行车方向一样的纵向缝 这两个缝出现 一方面可能是我们接缝处理不到 或者是下部结构有问题 那么如果出现这种缝了 你要看它的破坏程度 只是这种裂缝的话 我们直接补缝就行了 对吧 给它冠上就行了 那再往后面 如果出现了这种 比较碎裂缝 说明什么 下部基层和路基是有问题的 那你怎么办呀 只能把它整个剃掉 基层路基质量处理完成之后 我们再重新添上来 再重新铺一遍 这是咱们给到的大面积处理 而对于局部的一些碎裂 可能是我们在建设过程中 这一块的标高控制不严 导致受力不均出现的 那你把破损部位剃掉 再重新去做修补 好 这是我们的沥青路面 那白路面也可能会有 对吧 白路面这里面 我们可能会出现 横向的 纵向的 还有一些碎裂的 或者整块板都裂开了 甚至有一些下部出现了 脱空的情况 你的板碎掉了 还有什么呀 拱起 这都是我们白路面 你经常见到的病害 如果出现了前面提到的 横向的 纵向的缝 这个是不是比较轻微的呀 所以咱们试它的破坏程度 进行相应的灌缝处理 上部去加铺力情 加铺力情 来做一个处理性了 而对于这种碎裂比较严重呢 是不是你只能把这块板剥掉 底部的问题处理好了 再重新去铺 像这种底部已经空了 咱们如果在前期板块 没有损坏的情况 就可以把板上去钻孔 下部灌浆给它补上 而像这种已经碎裂成了几块了 我们一般都是整块板做替换 把它剃掉之后 下部质量问题解决掉 再重新去铺 而底下这个拱起 一般是什么情况产生的 是不是你的陆基图选择不当 对吧 我们可能底部出现了膨胀图 那你这个只能把它剃掉 下部陆基处理完成之后 再做一个重新施工 咱们教材其实并没有给各位 去整理这些箱的内容 但是碰到这些质量问题 如何去做 需要大家去做一个关注 现在我们考的题目 越来越贴近于施工时间 所以给大家放了一个简单题 17年考的一个小问题 出现了改阔件 改阔件长度给了 然后水泥路面加铺 这是我们的改阔件 白路面加铺 第一个做了外观调查 然后看摆下情况 把旧水泥路面分成三种 A是比较好的 B是存在裂缝 C是底板脱空 那他直接问了个问题 我们在底板脱空的状态 出现碎裂了 应该如何处置 这个怎么办呀 底板如果有脱空了 是不是我们底部质量有问题 所以你要看 板块如果没有破坏的话 我们直接钻空补浆 把它的强度补上 如果板块已经碎裂了 我们是不是得把它扒开重做呀 所以直接把这块碎裂板剃掉 底部基底处理完成 检测合格再重新铺一遍 如果只是底板脱空 我们直接钻空补浆 这是我们今年出现的一个小的问题 你要去掌握一下 好 评定好了 看他的质量问题 要么凿除 要么重新去做处理 这两个方向 所以虽然教材没有去过多提及 还是需要给大家整理一下 不好意思 今天课程延长了一点 那有没有什么问题 非常抱歉 延了十多分钟 那个咱们现在正好是 今天给大家把工作号放出来了 所以可以去关注一下工作号 有什么问题 直接在里面留言就可以 我每天反而都会去看一下 然后咱们现在还有课程评价 所以大家可以来给老师进行个打分 好 火凝图语期是吧 行 我给你调到后面 调到后面 这个点其实大家在后续去做一个控制就可以了 好 那咱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好吧 辛苦 不好意思 今天脱了一下糖 我这边就点到下课 你快点截一下图 好 那我这边就下课了 大家辛苦 非常抱歉 脱糖了 收 Nerd todo 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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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